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玩是很好玩的 这个很有兴趣的 围棋对我来讲 也很多的心酸 也很多快乐 有好玩的地方 当然也有痛苦的地方 围棋对我来讲 是非常有趣的游戏 我觉得围棋非常好 非常好 相当好玩 非常好玩 围棋是最好玩的 十分好玩 我一个人会下围棋 我全家人都会下围棋 比科学还好 因为它是一个哲学 艺术的哲学 围棋是一个很正能量的一个游戏 所以说我很喜欢这个围棋 算智力测验 然后头脑体操的一种器具 游乐园里面的余梢飞车 有一个白墙就随便去画这样 这辈子在面对输赢的情况下 就像余梢飞车这样 上浪下下 非常的刺激 它是很刺激 但是它不是体能上的刺激 它是一种会刺激你的脑神经 要一直去想 我觉得围棋是脑力运动 你说游乐的话 我觉得围棋是很高尚优雅的东西 游乐是似乎没有办法跟围棋相比拟 如果有输赢的话就有点像刀球球 轻轻的就是那个产面 不是动的产面 围棋它的那个思考逻辑要很深奥 起起伏伏的一种游戏 起伏之间就好像输赢之间的那种微妙的感觉 我倒是觉得跟游小慧是很像 夏季本身是很有兴趣 所以我觉得身体脑筋也不错 让脑活动 信念脑力观察力的一个好的方法 大家讲到我们的脑 你要经常动 不会痴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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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会多彩多吉 学围棋以后做事比较有调理 你会有同伴嘛 对 那会有活动 只要你能在这个围棋上面 稍微表现出一点你的想法 而且有就是传递到别人的话 我觉得对于两边来说都是很幸福的事情 我不会得失日诊 我相信 所以我希望我老了以后 头脑要一直用一直用 脑力运动 还有很快乐 懂得下围棋的人 我觉得他这全是修软 学会围棋 对人来说总是好像不寂寞 其实在这个脑筋里面也可以想 以前就是会太急躁 跟每一个人下棋的时候 你只抱着尊重对方的那种心的话 你自然而然的 你不会急躁 你的心会变得很平静 有一些事情我会比较按照自己的这个感觉去面对 随便怎么样 怎么苦 不要放弃的话 总是有机会 对我而言应该是坚持吧 在这种感觉 往下而要上的途中 坚持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像林果手讲的平常性 就是信念 放下 因为能够看开苏语 还有什么可以放不下的人 恭喜长青杯 已经举办到第二十届了 看到这些杯杯们 其实有很多老乞友 是我小时候交过我下棋的长辈 看他们其实很亲切很开心 我希望这个能够二十三十年 是就一直办下去永远的 一个比赛能继续办二十年实在是太了不起的事情 不过就是林董说的 这个也是台湾社会非常需要的 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来学围棋 欢迎大家来下围棋 欢迎大家下棋 也欢迎一些家长 能够让你的小朋友小孩能够认识围棋 多少把他了解一点 对他将来功课上也好 做人做事也好 都有很大的帮助 欢迎大家一起下围棋 我们大家一起下围棋 如果没有围棋就是黑白人生 就十足黑白了 有了围棋这个黑白之后 才会变成彩色的人生 欢迎各位大家一起来下围棋 欢迎大家一起来下围棋 围棋真的好玩 会下围棋很开心的 保证你开心 因为我们都是老朋友 他看到我 就差不多输掉了 哈哈哈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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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